左右胳膊血压不一样 一侧高一侧低 以哪一侧为准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今天张大飞一个视频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 我们左右胳膊血压完全一样的情况并不多 多数情况下是有一个微小的差别 一般的这种左右胳膊的血压差别 在20个毫米拱珠以内算是相对正常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量高的一侧 哪边高量哪边 而不是说老百姓常说的男左女右 没关系 也就是说两侧胳膊 哪侧血压高量哪一侧 那么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需要注意 如果两侧胳膊血压相差20个毫米拱珠 20 比如说你的左侧胳膊150 右侧胳膊130 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警惕 血压低的这一边 是不是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 比如说动脉专业硬化造成的这种狭窄 这个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上肢的动脉超生 或者说上肢动脉超生 加上锁骨下动脉踩超 锁骨下动脉和上肢动脉都看一下 看看低的那一侧 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的病变 总而言之 对于普通人来说 量血压 不必每天左边右边都量 哪边高量哪边 怎么量血压 是个标准的能量的准 大家翻看张大夫前头视频 咱们前头讲了 那么对于一些相差20个毫米拱珠以上 左右胳膊是血压相差特别大的时候 大家呢 有的时候还需要同时结合你有高危因素 有的人甚至有些症状 这个时候可以再做一做 双侧的这种上肢动脉和锁骨下动脉的 这个超生 来排除一下低的一侧是不是有病变 总而言之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提醒 能让大家对于量血压的细节 有更深的认识 大家觉得这视频不错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 关注量血压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让更多人受益